不过说到交通 这东区的东英十七街 垂直衔接太平区中山路四段55项 但是由于东英十七街仅仅只有6米宽 不仅汇车困难 而且仅能够单向的前往台七十四线快速道路 民众往往都得要绕路行驶 加上周边没有交通耗制 时常有车祸发生 在地方的积极争取之下 是否编列预算 将这个道路拓宽打通 同时改善周边的人行道 并且设置了无障碍斜坡道 来保障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众人手持线向前程助导 感谢四方神明保佑 让串联东区与太平的东英十七街道路 拓换工程顺利 这天地方也欢喜举办通车典礼 二一请用简 倒数剩下众人共同剪彩 宣告东英十七街道路正式完工通车 再也不需要担忧汇车 以及单行路段去捞到问题 虽然只有108万的工程款 工期也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可是这个是在地方 从里长市议员跟市政府 还有中央立法委员 在共同合作之下 才在七年的时间来完成的 尤其是这个工程 在卢秀苑卢市长上台之后 很快的时间就完成了都市计划的变更 从东区到我们太平地区 短短的十几公尺 就在今天通畅无碍 虽然很小的工程 但是它创造了很大的效益 它把东区 我们这边的公园 我们这边的商圈 连贯到我们太平地区 我们现在的郑文路 我们的市民大道 而且它可以串联到 我们去四号的快速道路 所以短短的十五公尺 这样的距离 能够让我们两个区 手无相无阻碍的 这样连接在一起 将原本仅有六米宽的东医十七街 垂直衔接中山路四段五十五项 由于巷口狭载无法汇车 过去只能够单向行驶 让往来太平和东区的民众 都得绕上一圈 也常出现逆向的情形 索性在地方积极争取之下 建设局便利一百多万元打通 将道路拓宽到二十公尺 之前这一条路 如果还没有打通的话 我们的里民进出的话 必须要绕到那个 74号那边再绕回来 或者是绕到中山路 中山路那边才能再绕回来 那现在呢 两项都已经通了 就节省很多时间 最重要是 里民不会再逆向行驶了 因为他们之前都一直逆向行驶 真的非常的危险 那车速又很快 那现在有红绿灯的话 非常的安全 东宾十七街打通这个中山路 五十五向这个向道 虽然是短短的五公尺 那早期是三米的向道 那现在打通到十二米的 整个都已经破关 那它 可以疏解到我们石甲东路的车流 分担我们石甲东路的车流 这小小的一步 却是里长期盼十多年来的心愿 这一次除了将道路拓宽之外 同时也改善周边人行道 并设置无障碍斜坡道 并装设交通耗制来辅助 解决视线死角的问题 保障诱入人的行车安全 这一层传台中苍报道